要说目前最受期待的仙侠剧是哪部 那非陈湘如谢莫属了 陈湘如谢从玄角到即将上线都备受关注 杨子诚意的虐恋必将赚足观众的泪水 既然是仙侠偶像剧 剧中自然少不了俊男美女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总结 陈湘如谢中那些貌美的女演员 演知一点不输杨子 首先就是孟子义饰演的芷希 孟子义虽然被很多人评价为网红脸 但是不否认她是真的漂亮 尤其古装造型 很少有人是她的对手 比如江夜中冷面女神观夜红鱼 陈情令中旗山温室温情等 杨希子饰演林郎 是杨希子不是杨胖子 杨希子年纪很小 非常青春自然 和诚意已经是第三次合作 刘梨中饰演古灵精怪的灵兽小银花 与君歌中饰演刘弥煞 侯孟瑶饰演陶子气 出演花木兰传奇 而进入演艺圈 侯孟瑶从小练习舞蹈 是一位古典气质的现代美人 梁敬贤饰演琴棋 只要看过欢瑞出品的电视剧 对她不陌生 比如青云至李的燕红 大唐荣耀 李的何灵一等 梁敬贤气质柔美甜静 演技非常不错 林源饰演沈湘君 林源因主演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线 进入演艺圈 后来接演一系列主角 但都没大红 如今大多饰演配角 林源虽不是大美女 但是长相轻信 刘萌萌饰演将尘 她最出名的 还是在《爱情公寓》中饰演诺兰 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男平 刘萌萌既有甜美一面 又有性感一面 被奉为宅男女神 张芷希释然轻 张芷希在《军事联盟》中饰演的真秘 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 她的长相明艳动人 如今因为整容越来越不自然 你还知道剧中哪些貌美的女演员 欢迎留言讨论